赤和拉萨是人之常情 慈禧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也是一样 不过他的用具跟常人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用上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马桶 而且还是专门为他特制的 说到马桶大家或许感到奇怪了 一个马桶再好 那好到哪里去呢 但是如果你这样想 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个马桶是带有来头的 据说他是袁世凯 为了讨好慈禧太后 特意请人用檀香木制作而成的 为了使得慈禧在使用这个马桶 使得更加舒服 这个马桶上面呢 不仅用棉絮做了坐垫 而且还在装粪便的容器里面 加入了干松香木细末 所以在上厕所的过程当中 完全闻不到一点点的异味 那为此呢 慈禧还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如意桶 每次慈禧方面完 小太监便会立刻将如意桶 仔细清洁 要知道打扫的不干净 那可是要掉脑来的 所以呢 小太监们丝毫不敢马虎 清洗之后还会对如意桶进行消毒 最后往桶里面撒上香料 以备老佛爷的不时之需 慈禧每次方便的时候呢 身边和外面都有很多人在附近 随时准备伺候 可见慈禧的摄制程度 也难怪清朝在他的手里会灭亡 普通百姓吃饭都有问题 而慈禧方面一次就要花费几十两银子 完全不顾百姓死活 大清朝能够面亡吗 现在呀那件如意桶就收藏于故宫博物馆 供后人参观